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是日本移民村 村内道路都为棋盘设计 这座树立在社区路口的鸟居 以及神社前遗留下来的石灯 见证了移民文化的岁月痕迹 这座这个石灯 是以前移民村时期较完整的 所以可以看见建筑古色古香 没有太大变化 唯一变化是它原本上面有刻一些字 因为中文断交以后 积民对日本人非常不谅解 所以连它有字都把它扶掉了 民国47年那个温宜台湾来 把神社吹倒 那要整建的时候 当地居民认为要盖座 比较应和当地居民需要的 所以目前我们现在看起来 虽然叫死 可是它是一个妙人的结构 后来改成必然死 也成为我们山村的 共同信仰中心 流离社区交流协会总干事 杨军碧 谈起丰田移民村特殊的历史背景 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因为这些过往 都是它眼中珍贵的文化教材 这个丰田文施馆 它早期原本是一个日记时期的时候 日式的老农舍 它早期是一个泥珠墙的结构 外乎一个移林板 那当然整治的时候 因为没有办法完全保存原来的样貌 但是为了推广交易 所以我们特别只留了一块 作为推广环境交易使用 所以后来这边也认证通过 成以环境交易设施场所 1996年 杨军碧夫妻及另外三个家庭 想为社区尽一份心力的念头 意外促成了牛离社区交流协会的成立 协会以促进在地就业 照顾社区长者青少年为使命 随着更多家庭的参与 充满幸福感的社区逐渐实现 还货班优质社区 示范社区奖项的肯定 19年来始终担任无几职 总干事的杨军碧 全新投入社区事务奉献心力 是邻里间有口皆碑的大好人 做生殊啊 很多人都爬得娘 拜三人来加娘会 他两屋区真的很好 然后还做得做事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杨军碧与牛离社区交流协会 如何影响带动社区发展 创造幸福相远的真情故事 欢迎花莲县牛离社区交流协会的 总干事杨军碧 总干事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谈到花莲真是个 有好山好水的好地方 那我知道在牛离社区 其实除了有好景观之外 你们更有丰富的人文发展史 所以我想先请总干事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那边的地理环境好吗 介绍一下你们的社区 这是我们花莲建立的地理 而比较狭长型 那我们送风乡 大概是在中期的位置 我们送风乡有15个村 那我们牛离社区 就涵盖风山 风林 风平 这三个村 是 那它之所以会涵盖三个村 早期是日本管版移民村的关系 那这个三个村 我们统称叫做风田社区 因为当时官卖移民是关系 所以我们新竹苗栗 这一带的客家移民 就移居在我们周边社区 当这个日本战败 民国三十五人被牵完的时候 这些客家族群 就移到我们社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族群分布是以客家为主 大概占了百分之六十三 其实总干事当时也是从高雄 你带着太太还有四个年幼的孩子 就搬到这里来 是 没有错 那你当时是怎么样让自己去融入 一个在地的生活呢 因为我们从一个外地 搬到这个地方 会有一种激迫性 想要赶快融入当地的生活 那再加上我们小孩子 也要求学 我们希望这小孩 跟我们这边当地的小朋友 可以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会比较积极地参与 设计一些小型活动 家庭年营活动 慢慢慢慢地也认识了 我们一些好朋友 那包含我们当时 我们就组成四个主要家庭 除了我们家以外 还有中国想夫妇 徐永光 徐永明 兄弟的夫妇 总共四个家庭 因为当时是因为大家 有一致性的理念相同 所以慢慢慢慢地 就成为一个家庭主持 由于我们这个风田地区 各家住民站 比较大部分 所以他们大部分是三代同堂 一个家庭结构 所以从老人的生活照顾 青少年的教育 那还有因为是乡下地方 我们也看到当时的年代 很多农工地就休耕 这几个议题是从 我们经常在讨论的 你们讨论的范围 其实还蛮大的 不光是从讨论小孩子的教育 你们是把整个社区 目前有哪些地方可以运用 或是哪些地方是闲置的 这些你们都讨论几句了 是 你们97年的时候 办了一次社区的大型活动 我在这边照片上有看到 是丰田有爱 有爱 对 好像那一次来的人 有上千人 没有错 因为当时我们想办的活动 其实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是塑造丰田 我们叫丰田有爱 丰田的爱心 对一些高关怀 都是族群的关心 第二个因为我刚刚讲 特别讲到就是农地休根 那想要借由在一个修根农地 一些活化应用 让中午去重视到 我们修根地是不是可以 比较这种方式来活化 来推动一些修行观望活动 另外一个是 因为当时我们在 社区营党刚起步 也希望借着活动 把三村的共同 那个借记地 借记起来 总看是怎么样带领着 你整个社区的居民 好 朝着你们当初四个家庭 可能有一个很理想的家园在 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一个 劳有所忠 壮有所用 又有所养的一个理想的境界 总看是怎么带着社区的居民 往这个理想迈进 做法上呢 做法上我们就开始 依照我们刚刚讲的 创造了一个就业机会 提供我们当地的一个妇女 或是我们一些需要工作人员 可以在协会就业 那第二个是我们 成立了很多老人关怀照顾剧点 是 那青少年也配合五位物的结合 都高关怀的照顾活动 所以青少年这一块 就是五位物的部分 是 所以真的是光有一个 是有一个理想 一个很崇高的理想 但是听总看是这样讲 原来你们是有一步一步的 在扎根 在做 其实这个理想是可以达到的 对不对 是 那我想19年来 其实牛林社区的居民们 在总管事带领下 其实大家都很心情地 在为自己理想中的家园 在耕耘着 因为从牛林社区 获得了无数的奖项跟肯定 从这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先看一段影片 再回来聊 谢谢 这边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今天刚好我们伙伴都出任务 所以办公室人就比较少一点 我们大概是民国八十五年 当时四个家庭成立的时候 其实四个家庭的老婆 还有一些家长 而你其实是共同投入的 所以他现在目前担任 我们协会的执行秘书 相关人事的管理业务推动 都由他负责 1996年 许永明 许永光 中国祥 以及杨军碧 这四对夫妻 带着家人 以家庭式的参谕 一起投入社区工作 19年来 这也成为花莲县 牛林社区交流协会 最美好的传统 为社区服务的精神 也深深影响了 他们的下一代 这个帘子打开以后 进入里面 就是我们的住家了 所以我们的 其实办公室跟住家 是在一起 只是有一个帘子 来七个这样子 现在老大是在台北就业 那老二 老三 老四 现在目前其实 除了老二已经结婚 但是还常会来支援 我们一些公共事务的推动 那老三 老四还在就学 那就会参与协会的 常态的一个工作 来推动这样子 就是尽量让你的饰品 变成是光滑面 因为你看这样 这样都还有结婚 这样子就会比较不好看 这样OK 这样很好 然后就这样继续干 这样可以吗 所以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从小跟在爸妈身边 参与社区服务的养家姐弟 很早就被养成训练出 稳重的办事能力 是社区活动里 重要的好帮手 大概是从小学 一年级的时候吧 可能就跟着爸妈一起出去了 然后因为那时候 其实也还小 所以大部分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扫扫地 爸妈拍拍桌子 然后发发签名单之类的 简单的小事情这样 因为我去年七月就正式去到台南鲁住这样 那我还是希望可以帮到家里的忙 因为有些东西是我熟悉的 像最近我们接了一个文化部的国民记忆库的案子 那案子是要剪影片 那我就把那些影片带到台南 我就用台南的电脑把影片剪好 那就直接上传就好 就不用 等于不用回到花莲工作 我在那边也可以做牛里的事情这样 在父母亲耳濡目染的影响下 杨军碧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乡 有着深深的认同感与浓浓的爱 这或许也是杨军碧 为社区奉献19年来 最有价值的回馈吧 我觉得爸爸妈妈很大爱 就是很不自私 就是他们很愿意为别人做很多事情 小时候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帮很多人 对 然后可是我现在想一想 就是既然我们这么幸福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幸福的能量 就分给别人 那我想我爸妈的想法应该也是这样 刚刚跟总干事聊到 你们是1995年 跟太太小孩从高雄搬到丰田地区吗 是 听说你刚到丰田地区的时候 就被客家人的好客给电了一下 是 当时我是开个小吃店 就在开幕当天就很感动 他们昨天的时候都送我那个彩球 帮我庆祝 然后就帮我捧场 可是那个名字你都不知道是谁 我都不认识 每一个人都送我一户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的人 那么可爱 那么温馨这样子 就让我们觉得说 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留下来 要住这边住一辈子 那种感觉这样子 好感人哦 所以我想也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人情味 可能总干事就对丰田地区这块土地 就更有一份归属感 是没有错 你十九年来无极值的一个奉献 我相信家人 尤其是太太啦 说实话你有四个孩子 对不对 其实你说你开了一个小面店 是很辛苦的 不要照顾四个孩子 还要顾面店 然后你又常常去做社区服务 一个支持你最大的一个力量 应该是来自太太 对没有错 起先他其实也是为质疑 就是说我们做这个目的意义在哪里 可是他一路走来 一路也自己投入在期间 其实后期来讲他投入得比我更积极 也更深入这样子 包含他现在也在进入一些 我们校园去求学 相信念到博士版了 他就是为了社区服务 社区的营造去念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在从事社区营造 我们不断强调一点就是 不断地精进跟成长 不断地学习 因为你必须具备很多专业的营业东西 你才有办法去服务我们群众跟我们居民 我记得在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你们社区有个游泳池对不对 对对 那因为没有游泳教练 所以总干事必须自己去考这个证照吗 是没有错 所以那一次也让我很感动 尤其那时候因为要开小吃店 那要出去受训 大概要六天的时间 他一个人要撑一个店 要找个四个小孩子 是非常辛苦的 那他毅然皆然就是鼓励我 一定要去考到 那你六天真的考到 考到了 不负众望了 就考了一个游泳教练的证照回来 是 所以我深深觉得就是 总干事从你身上 我看到了一种 比如说奉献 为了你的理念 不管是为了你所爱的人 或是为了这个社区 你这个无私奉献的特质 我在想是不是 也跟总干事当初是 在军女生涯有一段的生活 是 在这样子的生活当中所养成的特质 应该跟从小的成长环境 还有接触到后期的当军人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种 对社会责任感的这种信念 所以才促成我们会参与投入这样子 所以相对的 我相信像军人 除了说你的奉献跟责任心之外 你在作战的时候也是要有一些谋略 对不对 因为我听说你们社区有一座 很漂亮的绿色隧道 而且同时它又解决了居民型的安全 而且也解决你们社区 那个漫天尘土的这个问题 可以跟我们谈谈这条隧道吗 可以 这个大概是在民国88年的时候 因为社区突然间 冒出几个沙士场出来 那这个沙士车 就经常要穿梭在这个街道 巷道里面 就穿梭在你们社区当中 对对对 那很危险 每一天大概两三百步 因为这个巷子又很小 那社区都是老人小孩子 所以我们就比较担心 但是因为跟很多当然就反应 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后来我们想到说 是不是用另外一种柔性的营造方式来改变 所以我们商讨又觉得说 来搭一座历史隧道 来抑制沙士车 当然这个高度呢 一规定你不能太低 让沙士车不能经过这样子 因为是公共道路 所以我们用点策略的 就是说高度在刚好保护的状态之下 那沙士车要进来 它有点困难 它踩沙车 它还是可以进来 因为这个麻烦的原因 所以它不太愿意踩沙车 所以慢慢的所有沙士车 不再走这条历史隧道 所以也把我们的问题给解决掉 那其实里面最感人的是一个因素是 我们当时要盖历史隧道的时候 那个两边的街道土地是私人土地 那必须总共有十一户人家共同持有 你必须去缩动这些居民 让你先立这个住址 尤其当时也顾虑到沙士厂 对我们的看法 所以秘密进行了很久 那也起着这十一户的同意 才把这个隶属资料盖起来 封田社区这边就是有像总干事 这样这么热心 你有你的理念 带着全家一起投入 所以才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牛黎社区 是 那我们先看一段影片再回来聊 好 谢谢 所以我们现在老人组 也有比较反重 那现在其他移民组 还有我也下场 他们说现在做那个肾脏方式比较困难 那我们就说 那大家一样分一些 分七个八个这样子 减击他们的压力负担 最近这个长得是什么 灯橙花 它有的好像会结果 果实这样黑黑的 有的就落果 所以它有的整颗都是果实 可是有的就整颗都看不到果实 对 因为我以前看到它都是绿色的 这花是一种小花 然后开的时候就这样 它在枝头 像在整个枝条 它就开整满满的花 然后花开完卸掉之后 就开始结这种果实 这种果实黑色 位在丰平村 大约占地六分的绿色生命教育园区 营建湿地 种植多种原生植物 是牛黎社区交流协会 守护环境生态教育的基地 台湾摆也长得不错 对啊 可以收回去 可以收成的 这有几个还可以 复益的话 这里面好几千颗的种子 然后等好天 因为这现在是梅雨剧 等梅雨剧过了之后 有泰昂出来 到时候再把它塞一塞 就可以重新复益 现任常务理事的中国祥 也是当年四个核心家庭的成员之一 跟养军碧一样热心参与 社区事务 2012年 他更将自家修耕农地提供出来 作为绿色生命教育园区的使用 农地修耕之后 你就变得很没有生产力 你政府又规定说 里面草又不能太长 所以我就常看到一些农民 是用喷药的方式 它就喷撒草剂 然后让这块地 半年时间它可以撑过去 然后就半年修耕 然后你下一次修耕的时候 你又要再喷一次药 因为你那草不能太长 那我就是看待土地这样子 有点变着 有点像是被蹂躏这样子 就会得 心中就有比较多的舍不得 前三年 大概三年左右 退休的时候 那我就想说 那我就可以 看是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地球 为我们的土地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 可以做一些绿美化的工作 种一些不同的物种 树种 让小孩子来这边的话 假如说可以做个生态解说 还是让他们这些学生 多认识我们做招 社区里面做招的一些植物 树 我觉得这对教育方面 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中国享誉杨军碧 将近二十年来 为着安居乐业的家园 与社区的永续经营 努力学习成长 回首来时路 牛离社区交流协会的 一步一脚印 也成为他们人生中 最难忘的风景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你会感到很欣慰 就是看到每一个人都在成长 像杨准干事 跟他的夫人这样 都在东华 都在念硕士博士这样子 他们真的也不容易 虽然说我们是在公务机关 跟这个也许是 风马牛不相干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许我们 不管是在相处 讨论的模式也好 还是说我们一些互动 我觉得都还蛮好的 对 在人生里面 我觉得有这个过程 对我来讲 我是还觉得还 对 还蛮感谢这样子 所以牛离社区 现在是一个环境教育 学习型社区 对不对 是 没有错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 我想请总盖师 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是 因为我们 协会是民国90年正式立案 当时90年立案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在打造我们社区 到底用什么概念来营造 结果我们认为说 唯有环境教育 是永续可以经营的 所以就用环境教育概念 来融入社区中庭 一样的事物 像吴卫乌 或是我们风景文史馆 在整治的时候 它本来是闲置工程 基因有机民共同参与 整治成一个教育中心 包含可以做一些环保 或是污水处理的设施 用这种概念去营造 基本上都是朝着生态教育 环境教育这个地方来做结合 所以就像社区有一个很有 很著名的鸟叫做刘鸟 对不对 台湾夜鸣 台湾夜鸣 然后据说因为它在晚上 会叫得特别大声 就造成你们社区的居民 真的苦不堪言 那我想董干事大概也就是 运用这样子生态结合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们后来把这个问题 做解决了对不对 台湾夜鸣原本生活在我们 设计花莲西的一个棋地 核床地 那因为这几年西瓜田的一个 过渡的开坑 滥坑 所以破坏它们棋地 所以夜鸣只要往我们 住宅棋界面迁移过来 因为它在繁殖期 就是二到七月的 这最短时间繁殖期 它晚上会一直鸣叫 叫得很大声 朝着鸣会睡不着觉 这几年我们很幸运地 取得了那个地球核酸棋 也是租管单位它的认同 所以在那边划设了一块 八公顷的 还没有被破坏的棋地 让我们来守护 当作一个环境教育场所 大家可以和平共处的 所以其实这就是成为 你们社区在做 环境教育的一个案例 或者说也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是 那所以其实19年来 总干事跟团队 在纽黎社区的经营 我相信不仅是你 其他的居民一定也看到了 整个纽黎社区 不管是景观或是环境的改变 就您自己的观察 或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个记录好了 你觉得牛历社区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除了环境的立美化 的一个大改变以外 最重要是人 我觉得我们当地居民 对在地的认同感 对在地的喜爱 已经超过以前 我们感觉的那种态度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这几年也慢慢看到 很多年轻人 他以前接受教育 认为说乡下地方是没有 很大发展前途的 都往外地走 可是这两年开始 他们现在年轻人都回来 因应回来当地就业 因应回来守护这片土地 这是我们最感动的 其实我们一直在谈 永续经营 永续经营 除了说我们要满足当地的需求 还有因应我们时代变迁的能力 现在这未来二十年 我们协会也在做一个转型 希望往社会企业去发展 社会企业怎么落实呢 目前我们协会已经累 人家讲的累社会企业 就是我们本身已经有 营收入已经超过大概50%了 那也提供了一些在地就业机会 那也在推动一些社会 跟环境保育一起的 还有弱势关怀的 弱势关怀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是 其实总干事对未来家园 要怎么走很清楚 我想因为总干事 你的团队还有整个牛黎社区 家庭的努力跟付出 现在牛黎社区不仅保有 总干事当时对这个地方 一见钟情的好山好水 同时也更多了丰富的生态 还有一些人文的活动 是 所以在下周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将邀请到 同样来自牛黎社区 五味屋的顾玉君老师 因为五味屋在牛黎社区 也是一个社福教育的一个典范 希望观众朋友们 下礼拜要记得收看 今天也非常谢谢 杨俊平总干事到我们节目中来 谢谢你 谢谢周先生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